他原床漫游 迷失在音乐中 飞行探索悠悠 不用任何理由 是爆发力十足 然后在近期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潜力股 他是超级女生 他从生灵之王2出来的 然后冠军 他总共人生获得冠军的次数 可能比我吃的米还多 有一点太多了 161次是不是 这位超级会唱的女生 让我们欢迎艾薇 Hello Pop Radio的大家好 还有哥好 我是艾薇 艾薇 我们一起上那个内地的节目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 原本不太熟悉你的 然后因为那个节目 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 是吗 你的演出呢 真的是很乍长 好 虽然哥你不认识我 但是我就是从以前就听 我可以 你不要说那三个字 好 我没有 我没有 我说以前 我没有说 不可以 我说以前 以前 那你在念书的时期吗 是你自己要问的哦 我好奇嘛 对啊 那是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时空背景 没有就就学校很多人会一直一直唱啊 一起唱 对啊就一直唱然后就会就会一直播 哦就在班上一起播这样 热播这样 然后有时学校会有那种 就下课然后铃声 我可以就来啊 他不是铃声 就是让大家可以自习的那种时间 哇塞你们学校好吵哦 还会放流行音乐 对啊 然后他就放放我可以这样 好好我小时候什么学校 哎我自己讲那三个字 我小没关系 我我以前就是没有这件事情 以前 以前也有啦 以前有什么 年代不太一样 好今天艾薇带来她的 算是第二张的全新作品了 然后这个作品呢 是她成熟了之后 要好好的告诉大家 她的内心世界 我们让艾薇来好好介绍一下 她的这一次的新作品 其实这一次的这张专辑 叫做Startup独角兽 然后其实 为什么会叫独角兽 是因为其实独角兽 他在那个 投资的专用词里面的意思是 就是可能这个公司 他还没有正式的上市 可是就已经很多人投资 他觉得他很有潜力 所以就是把这个 这个concept 套在我身上 就是跟大家讲 我是很有潜力 超级潜力股 你们先赶快来投资我 我的歌会让你们大家 只要稳赚不赔的这个概念 这很可爱耶 那这个投资是 大家就是 好好的去听你的演唱会 然后好好的听你的歌 对 的一个动作 对 因为其实他们来投资我 他们的名称 会叫做天使投资人 然后呢 然后我跟你讲 因为我4月28号 会有我的个人转场 是 然后 在legacy对不对 对 然后在我的个人转场的 那一批天使投资人 他们会得到一个艾薇币 天哪 对 然后那个艾薇币是 外面买不到 它就是限量的 好可爱哦 就是证明他们是我的第一批投资人 这样子 嗯 他们这样子之后 那个币值一定会增值 我是自己希望啊 就是我想象的画面 你不用希望 你一定会 因为我是压在你身上 因为 我也是天使投资人之一 是吗 真的啊 在那个节目上 真的是让我吓到 我想说 哇 这个女孩也太会唱了吧 然后 我原谅哥 因为比较少看电视 所以圣灵之王 虽然 虽然知道你是冠军 但是没有真的去 看到你的实力 但是在这个 我们一起参加的节目上面 看到你的实力 我觉得很 很开心耶 而且 你就在这段时间 刚好要发行新的专辑 很希望让很多人 可以听到艾薇的声音 谢谢哥 我会继续加油 好 那其实你在 圣灵之王2参赛的 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经历一些 可能困难的地方 圣灵之王2的时候啊 其实比较困难的是 就是 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舞台 对 你其实2021年 就有发行一张专辑 叫做爱 对不对 对 那这个时候是你已经 参加比赛出来了 对 那这个是在之前的故事嘛 圣灵之王的时候 圣灵之王就是 事前圣灵之王 然后 一年还是两年 两年吧 才发第一张专辑 是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 在这之前的 心路历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 在圣灵之王 面对的困难 好像还好 因为毕竟 我比太多比赛了 所以在舞台上 我已经很习惯了 但反而是 我在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其实蛮 有点撞墙 为什么 因为我太习惯在舞台上了 然后我很不习惯在录影室 唱歌的那个氛围 你会把麦克风唱爆 对不对 我会 我有很多 例如可能有一些技巧 是适合在舞台上 它不适合在录影室里面 然后我不知道 或者是我会 我会自己拉麦 对啊 对 就是有 我看你高三青的演出 你就有很多嘶吼啊 拉麦 可是在录影室 你不需要自己 可是我听你的专辑 其实也有很多嘶吼的 就是有一些嘶吼的嗓音在里面 所以那些那个时候 你就是会自己退的 对然后录影室就会跟我说 不需要不需要 你就站这唱就好了 或者是我会有很多动作 嗯 那是可能踩地板的动作 收紧去 像摇滚的时候 对那时就不可以啊 我就会 感觉没有动作唱不出来 这样子 然后很多情绪不对 反正第一张专辑真的蛮 那时蛮 蛮 适落 对对对对 就觉得 蛤 我是不是不会唱歌的 那个感觉 怎么会 不知道那个时候 我跟你讲 应该是不习惯啊 对 因为其实我第一次进录影室 也是 也是很不习惯 很多事情 对 然后 其实你看 你像录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我相信这些问题 应该就 云热而解了吧 对对对 像这这一张第二次完整集 我觉得 因为第一张 我大概用了 半年的时间来录 可是这一张 只用了 十多十几天这样子 哦 这么少 对对对 所以我 哦有够会唱 也不是会唱 就是我觉得 我长大进步了 嗯 我觉得好像 诶 适应了录影室里面 要怎么唱 然后诶 转集是应该怎么唱 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 是 这一次的专辑 大部分是 阿迪亚老师制作吗 对 还是她是其中一首 呃大部分 对对对 那跟她合作 有什么觉得有趣的事情 哦我觉得超 就是很荣幸 因为从之前 还没有出道 就已经知道 她这个 这个制作人很厉害了 我也知道 因为她是非常厉害的 应该是说 做电影非常厉害的 前辈 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 也没有跟她合作过 所以我非常好奇 跟艾迪亚老师 合作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很 她就是会很明确的讲 她要什么东西 嗯 我就会 哦 她要这样 然后就 她会可能 她要A就是A 她不会 嗯 讲 也可能是因为 我的理解能力没有 没有比较 没有大家好 所以 怎么会 所以 你是艾薇 老师会用很直白的那种 中文 嗯 华语 然后很明确的 直接跟我讲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有忍不住踏地板吗 啊 还是有 那 那结果咧 她有要收这个声音 还是没有 因为 因为如果我是制作人 有时候 我觉得歌手 如果在这首歌的状态里 我反而觉得 其实收到那个声音 是没有关系的 嗯 虽然后期处理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我也不知道 她有没有 她有没有用啊 但反正我还是有 那个习惯在 偶尔还是不小心 踏地板 对就是踩很大力 会不小心收进去 对啊 那有哪一首歌 是你印象深刻的 就是 嗯 在录这首 可能你有情绪溃停呢 或者是有 突然觉得 啊 这首歌录起来好high哦 或者是 哇 这首歌 在录音室录 怎么会这么的爽快 这样 我觉得 其实每一首 我都蛮 进入那个状态 但我觉得 嗯 可能是纸飞机吧 嗯 因为纸飞机 是我这张专机 真的最喜欢的一首歌 是 然后我在录它的时候 嗯 我自己加了很多 想法 进去 嗯 包括合音啊 然后一些adlib的地方 嗯 然后因为 这首歌合作的是一个 我没有合作过的 新的制作人 是 然后可是合作起来 我觉得 是谁 小杰 小杰 对 老师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嗯 很有趣 很好玩 然后也希望大家 可以喜欢这首歌 这样子 那好玩的点是什么 它会 它会告诉你一些画面吗 还是会 勾起你的思想之情 还是什么 还是跟你分享什么 通常啊 录影的时候 不是歌手的房间是暗的吗 对啊 就是让我们进入那个状态 可是 可是这个制作人 我们是相反 他那边是暗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进入状态吧 那你不是觉得 被看光光的感觉 那就很有趣啊 就跟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一样啊 我们录影的时候 也是被看光光 然后可能听众朋友 不知道 就是我们录影的 那个摄影棚 它就是一个 呃 算是表演的场域 也算是有点像 房间的地方 嗯 然后那个房间旁边 就是会有一些黑玻璃 嗯 那其实在那个现场啊 虽然大家看到 可能镜头在拍我们 你会想象说 可能镜头在我们的 视线范围内 对 可是在那个空间里面 没有 没有镜头 对 他们在那个黑玻璃之外 对对对对 只是360度的空间里面 他们可以拍摄到 每一个细节 我有一次 其实是想要去 照镜子看我的装法 然后突然间 诶 有一个人在里面 我就 你在干嘛 大特写 我就 然后赶快退后 对啊 很容易就不小心 对 所以在跟小杰老师 合作的时候 就有点像在 录实境节目的感觉 但我觉得 呃 就是跟不同的 制作人合作 其实也蛮开心的 因为可以尝试 跟不同的音乐人玩 其实 就是很荣幸 也很开心 嗯 当然在 这个开心的情绪下面 就是常常会 在唱歌的时候 会唱到 在录音室里面 就自己觉得 哇 很high 当然在录音室里面 也会有一些 比较悲伤的时刻 嗯 有那样的歌曲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就是我前阵子刚发的 赤心无名是那首歌 嗯 我在录那首歌 然后录完之后 然后 阿老师是剪了一个 rough 嗯 呃 出档 嗯 然后我听完 我就 我就流泪了 然后我在唱的时候 我就哽咽了 因为我就想到 呃 一个故事 因为其实这首歌的 故事的 画面感是来自于 我的一个好朋友 好 我相信在录音室里面 会有好的心情 也会有悲伤的心情 嗯 那 我相信不可能 每天都会是 礼拜天 这样 所以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然后我们下一段 来继续跟艾薇聊聊 痴心无名士的 背后的故事 请你雨天 每天都想你 把你夜夜 都要在一起 算我有你 从此变得 精彩幼稚 我男生的说 我爱你 How pretty 又是我 勇气 就一起 在一起 把脚步 放弃 跟着我一起 怕远窗漫游 又要在 就一起 欢迎回到 怕远窗漫游 我是Mio DJ Evan又 蔡明又 在我的对面 有可爱的艾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艾薇 非常有实力 刚才聊到她在 录音室里面 有开心的心情 也会有难过的 心情 然后她提到一首歌 痴心无名事 这首歌背后有一个故事 是什么呢 其实是来自于我的好朋友 然后我这个好朋友 因为她在马来西亚 然后我在台湾 我们就 没有像以前 在读书时期的时候 可以每天见面 然后她也很少会 觅我出了 有重要的事情 然后就有一天 她就觅我说 我可以打给你吗 然后我就 蛤 什么事 因为她很少会这样 很少会突然这样说 然后我就打给她 然后她就哭着 跟我说一个故事 反正她就是 在一段 很暧昧的感情里面 一段时间了 可能半年多 他们的举动 就像情侣 可是那个男生 一直不要跟她在一起 她就一直 没有一个名分 所以她就跟我讲 她不知道 应该要继续的 就是默默的付出 然后没有名分 还是放手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那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我那时是说 Let it go 我就讲不值得 可是她就说 可是我就 我就没办法 就是很喜欢 我很爱她 对 她就是在这个 很矛盾的这个 然后反正 我就想你不要理她 你两个星期 不要密她 也不要毁她 可是我会忍不住 想要传简讯给她 那怎么办 所以这首歌送给她 痴心无明事 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觉得 好像真的蛮多人 困在这个 虽然我知道 就是要放手 真的很难 你不能就是 好我放手就放手 我不喜欢她 就不喜欢她 没办法 对那个星就是 就是 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射手 那你的朋友 是什么星座 我不知道 她6月6号 6月6号 双子吗 双子座 双子座会 会这样被困住 不知道 反正她就 对她就蛮难过的 然后我也第一次 面对就是她这样子 所以然后刚好 就听到这首歌 Demo 就把这个想法 套在这首歌里面 然后给制作人 那你录完以后 你有给她听吗 没有 但是呢 她会看我的所有的 就是那些节目 所以播出来 她一定知道是在讲她 讲她 那个艾薇的朋友 她把你的故事 就是糟糕天下 我相信 我相信在收音机前面 或者是APP 听节目的人 应该很多人 都会有同样的心情 对啊 但对于喜欢的人 那个爱不释手 然后又知道 不能再这样 继续下去的心情 对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就是念也念过了 然后安慰也安慰过了 我就觉得 好吧 那就是希望这首歌给她 让她可以慢慢走出来 也希望送给 可能现在困在这个处境的人 就是希望这首歌 可以陪他们 这样子 而且你在这首歌的MV里面 是不是有演戏 对 我觉得 一开始觉得超难的 因为 后面一堆群演老师们 然后 就是在一个KTV的包厢里面 然后我必须要 就是全部人在等我 就等我 我那时觉得好压力哦 所以 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在 譬如说你在演戏 然后导演可能要你再一个take 要再来一次的 那个压力 对 然后全部人后面在等我 那你有没有卡池 因为没有池 没有池 对 然后 他们群演 就坐在后面 然后看着我 再一次 我是 好压力啊 所以你有给自己 设定一些内心戏 或什么的吗 有啊 我其实好像很难过很难过 我就在想象 我是我朋友的那个角色 哦 对 我就幻想 带入 这个很棒 这个很棒 对 因为演戏 还是哥你可以教我 我知道你有演 我有演 对 还是你可以教我 我其实就是在戏剧界 也算是菜鸟 是吗 就是 因为我最近跟 很多前辈演啊 就是真的觉得 自己才输学钱 但是我可以 跟你分享 我在演戏的时候 的一些 可能感情的投射啊 因为我觉得这些 其实对于 不管是 演戏也好 或者是对歌唱也好 都是很重要的 就可能你在录音的时候啊 就是 我相信 这个你一定会啦 就是你会有一些情感投射 对 就是譬如说 所以演戏也是那样哦 对啊 就是歌词是长这样 可是其实 可能 歌词在说的 某一个人 你要把那个人带进来 或是把某个 某只宠物带进来啊 像你的歌 就有一首是这样 对对对 对对 对啊 欸我很喜欢这首歌耶 狗狗 狗狗啊 而且这首歌的 英文名字叫 宝贝 就是我的 宝贝 对就是我的 狗狗的名字 啊你都会说 宝贝妈妈回来了 这样 不会啊 宝贝 妈咪's back 宝贝 来 千千万妈 你有没有乖乖 其实我 我很开心 就是有这首歌 因为 呃我其实从以前 就一直想要有一首歌 可以就是关于他的 嗯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 常常是前年疫情的时候 就大家都管在家的时候 我还 就写了一首歌给他 就是 一直在当 然后这次 总于有一首歌跟他的 哦 所以你写的那首歌 不是这首本首 对对对 不是这一首 哦 对 然后但是就是发这首歌 关于他的时候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 像可能像今天 你看我 就工作一整天 然后他就要自己在家 他就是在家耶 他一定在等门 对就觉得 很可怜 然后就觉得 想要写一首 跟他的歌给他听 这样 那你有装那个 什么 摄影机吗 有有有有 所以你会看到他 所以他是 他是真的会 等门的那种 对啊 就一直爬在门口 然后睡觉 然后等我 我懂那种心情 因为我家 我有养两只猫 我也是有看到他们 因为朋友 去帮忙照顾猫嘛 然后 他们就有讲说 就是猫咪 在我离 就是很久没有回家 就可能出差 或什么的时候 他就是会去等门 去门口 对吧 就一种罪恶感的 但就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 想要出去走一走 还是真的是 在想念我们 我觉得是想我 自己讲 自己员 那他是可以 上你的床了吗 嗯 不行 因为我鼻子会过敏 哦 对 但他就是会 一直黏在我旁边 然后 他的床也在我床旁边而已 嗯 那平常 你会有去参加那种 譬如说像 宠物的那种群组 或者是 就大家一起 带狗狗出来 会有那种活动吗 哦 比较少 但我蛮常带他去那种 宠物展览吗 就是 哦 宠物展 就是 或者是蛮常带他 就是出去公园玩 因为我其实真的很喜欢 这一首狗狗 而且你把这一首 狗狗 玻璃嘛 你把它 Psalm 你人化 他就好像你的 男朋友一样 然后就有一段 就是像跟他对话 这样 嗯 而且我觉得有一段 最可爱的是 因为其实里面有 有三句他的 他的声音 嗯嗯 我有听到 我有听到 在奸奏的地方 对对 超可爱 超可爱 真的超可爱 那如果啊 今天给你一个机会 让他化身成为人 嗯 那你你觉得 就是你会希望 他的长相是什么样子 蛤 不要 我觉得变人 就不可爱了 为什么 我没有办法想象 他变成人 我觉得他会很 那如果他突然 有一天突然跟你讲话 就你会 然后我会问他 你爱妈咪吗 然后呢 跟他聊天 然后问 妈咪有没有做 哪一些东西 就是你不喜欢的 哦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想要问的就是 或者是有什么食物 妈咪准备给你 你是很不喜欢吃的 对 或者是你被逼吃 我超希望 我超希望 我的猫可以讲话的 或者是 哦 我最想问他的是 他在这边 跟我过得开不开心 会不会想要 回马来西亚 嗯 那如果他说 不开心怎么办 就让他回马来西亚 那你就 你还是要在台湾工作 你怎么办 但他就可以回去 跟我爸爸妈妈一起 可是你就会很久 没有看到他了 对啊 可是如果他开心的话 我会愿意让他 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一家人 就是我 我爸爸妈妈 还有哥哥 我们四个人一起 嗯 然后宝贝就是 每一个人回家 他都会去迎接 所以每天 好像感觉都有很多人 围绕着他 哦天哪 可是来到这里 就突然间变成 他一个人在家 因为 在马来西亚 他不可能会一个人在家 总有人在家会陪他 哦 所以工作谁就会在家 那真的会比较好 嗯 所以不知道他其实 会不会不开心这样 再看看吧 我觉得应该 你也有机会 之后有机会 再让他回去一下啊 或者是再回来 就是 反正就两边跑也OK啊 但因为我 我这个月底 会有我的专场 哦 专场 我的专场 我的宝宝妈妈会来 诶 所以我觉得宝贝会很开心 一家团圆的感觉 他一定会 啊 因为他两年没见到 我的宝宝妈妈了 他一定很想念他们 对 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开心 好 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 艾薇的新专辑当中的 这首狗狗 一起来瞧瞧 他的宝贝的模样 今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Pod Radio 是我养起 在一起 就一起 在一起 他原床漫游 迷失在音乐中 飞行探索 悠悠 不用任何理由 欢迎回到泡瓶桌漫游 我是漫游DJ蔡明佑 今天呢我跟艾薇在聊她的新专辑 独角兽 欸发行第二张专辑的感觉是什么 你说你自己觉得有一些 譬如说像录音室的 呃录音的时候你可以掌握的 那譬如说表演上面呢 就是在心态上面 其实看你从森林之王2 就是冠军以后 然后从选手变成了歌手 这样的进化史 这样的进化过程 有没有什么样的阶段 可能让你觉得有一点难突破 或者是遇到一些瓶颈的 我觉得就前阵子突然喔 突然有一个 不懂为什么突然有一个这个压力在 就是我前阵子有就是很多校园 然后他们就会有同一批我的歌迷们 会每一场都到 然后我就那阵子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很压力 就会在想他们会不会看腻我的表演 蛤 为什么 他们就是想要看你重复的样子啊 不知道 就他们有跟我讲 No 艾未我们就是要看你每一场 我们要看你的每一个表演什么这样 可是我那阵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没有了 就是那阵子可能突然的一个焦虑吧 我就在想 他们会不会 你会讲到突破 想要给他们不一样表演 对 我就在想 他们会不会看腻 好 那这场 我这个歌我想一下 我这里要 我改一下旋律好了 对 然后或者是这个歌 好 这边的动作 我想一下编一下好了 就是那阵子我会这样 欸你是现场会带宰歌宰舞的演出的吗 对对对 我每一场可能动作 那些都会不一样 对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对 可是 但是那阵子我就会在想 好 那我就故意变一个 然后呢 结果呢 他们就会 啊 很开心 开心 我就会 好 他们喜欢看不一样的 好 那我每一次都不一样 这样子 这样不是很累 就那阵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 我跟你讲 他们期待的不一样 不一定是在你的表演上面的巧思 或者什么的 有些时候可能是你讲话的时候 不小心讲错 就是可能知不分啊 或者是你在唱歌的时候 有一点破音 对 他们就会很开心 因为我的经验是 我其实在笑容演唱 也会有同一批的歌迷朋友们 会到现场 然后他们就会亏我 说 哎哟 今天 今天哪边破音咯 就会有这种状况 嗯 我就是那阵子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这个压力 但过那阵子就好了耶 他自己好 所以你在当选手的时候 就没有这些压力 没有耶 那在当选手的时候 反而压力来源是什么 还好耶 因为我觉得当选手的时候 反而比较单纯 对 就是 因为可能我也比较好胜一点 所以我就只是 我要想我要表现一个 很厉害的东西 这样 就就反而在当选手的时候 我一直处在很兴奋 嗯 完全没有那种压力的感觉 嗯 当歌手以后 反而有一些包袱 嗯 拿不掉 而且他是突然的 嗯 突然来然后突然走 但是我相信 那个包袱 就当你不要去想 你开始enjoy舞台的时候 就会自然而然的 就是会不见 它会消失 因为我看你在 我们一起上的节目的时候 你整个没有包袱啊 对啊 你整个是很轻盈耶 可能 而且你跟大家聊天什么的 姐姐姐姐 我跟你问你什么什么事情啊 就是也是很 而且重点是 艾薇带了榴莲到现场 对 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 然后歌躲超远 我躲超远 你知道这其实是很失礼的一件事 不是你 我很失礼 但没关系啊 榴莲它原本就是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对因为真的太臭了 我没办法耶 你很爱吃是不是 对啊 超好吃的耶 好那你也吃过榴莲冰淇淋吗 我不敢 你用闻到味道我就不敢吃啊 冰淇淋就不会臭 真的假的 我觉得不会臭 我下一次试试看 如果真的臭的话怎么办 那你来打我 我会 臭的话我就会直接那个IG 然后拍那个 然后封锁我 对 没有我就拍那个榴莲冰淇淋 是谁说榴莲冰的不臭的 爱会臭死了 爱会臭死了 对 直接at你 好 我真的很害怕 你试了再跟我说 那你有害怕什么食物吗 那种泰国的虫子吧 这不是食物吧 这是他们的食物啊 这个我就真的不敢 什么虫你说蟋蟀吗 对啊他们有很多啊 那好像 补充蛋白质用 反正就很多虫子 吃蟋蟀其实就是在吃脏 对我来说 我不敢 我不敢 我也不敢 好恐怖哦 那是恐怖食物耶 因为也可能 呃因为我原本就很怕虫 不是怕不是怕 就是我看到虫子我会 呃就是会起鸡皮疙瘩 没事没事 就是我看到虫子 你真的起了很大的鸡皮疙瘩 也紧张了一下 对我就全身很痒 包括什么蝴蝶啊什么 只要是 蝴蝶你也怕 我觉得不是怕 就是我看到我会 就是身体痒痒 对然后我就 就很恶心 整个人感觉 不管是任何的虫类 我都 就是会身体很不舒服这样 那你是不是 就是小时候 可能有一些阴影才会这样 还是其实就天生的 嗯 就从小就看到虫子 我就会 也是说怕吗 也不是怕 反正我就会觉得 很痒 比起来动物就没有这些问题 对 就昆虫类 昆虫类 那刚刚讲到榴莲 你很爱吃 那还有什么东西是 你可以 你也很爱吃 然后是可以推荐我们 收音机前面的朋友 因为最近旅游开放了嘛 哦 其实可以去大马旅游了 还有刚刚哥给我提到的 大马美食 来来来 麦克地 麦克地 有沒有 板桥是不是 板桥有一家 板桥有一家 超好吃 不要告诉听众朋友们 等一下 老板 不能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吗 因为很多人排队 因为我们就去不了 等一下 老板 我去超多吃 可是 老板好像不认识我 老板 老板 他是艾薇 可以给我一点折扣吗 好了 马骨堆你还要折扣 因为我超常去的 因为超好吃 没有 你要说老板帮我加料 就吃更多 好 我要更多的汤 老板 艾薇 有没有 板桥区的 是哪一间 好想知道 万德福 万德福 wonderful 对对 万德福什么什么肉骨茶就有了 好 只要Google万德福什么肉骨茶 万德福 它超级正宗 那它是 那个胡椒味很重吗 没有 它是药材的 胡椒 哦 药材的 嗯 胡椒的是新加坡的 哦 所以 马来西亚的 把骨堆其实 药材的位置比较重的 对对对对对 哦 我其实很喜欢把骨堆 哦 因为那个排骨啊 弄得嫩嫩的 然后咬起来 这样一口撕下 还有还有马来西亚还有印度煎饼 哦 没有吃过 通常宵夜的时候我们会去吃 它在妈妈当 哦 妈妈当 对 这是那个大排当 对 就是会有那种鸡翅是不是 还是什么的 呃 那个是 呃 华人的大排当 也很好吃 印度煎饼 印度人的也有 好 我是要吃到吃 所以它是长什么样子 它是 沾炼乳吗 它的样子有点香 葱油饼 哦 就一片 然后它会沾咖喱 哦 香料味很重 对 然后它会沾 沾什么 润 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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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反正很好吃 好 还是我们现在去旅游吧 下一次 跟我去马来西亚 如果你也在的话 好 带你去吃 好好吃 每一天吃不一样的都可以 对 好 刚刚讲到美食 然后讲到昆虫你害怕 然后讲到动物 你比较可以接受 那有什么动物是你特别喜欢的 我很多动物都喜欢你 毛茸茸的你都可以 没有毛茸茸也可以啊 大象也没有毛啊 嗯 不是吗 也是哦 有道理耶 蛮 所以你喜欢大象 也很喜欢啊 也很喜欢啊 对啊 其实我很多 老虎我最喜欢 哦 嗯 老虎 然后 还有什么 很多都喜欢呢 狗 猫 兔子 因为你这次专辑 我觉得好像里面 就占了两首歌 有动物 两首吗 有一首是 那个unicorn 哦 哦 还有 我觉得动物 我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 嗯 那如果要选一个 特别的动物 让你带回家养 你会选 老虎 天哪 好恐怖哦 你可以养老虎哦 你想一下 如果可以养老虎的话 然后 它就是 就像遛狗 这样 然后我遛它 走在我旁边 哇超帅的 你是Beyonce 是不是 诶 真的想一下 很帅耶 是很帅啦 但是 我很想养 你就是要承受它 是突然可能 抓狗 或者是什么的 我可以驯服它 哇塞 我觉得我可以 我相信你的声音可以 因为你的声音 是猛兽般的 就是 强而有力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会想养老虎 你确定你不会害怕 不是 你到时候试试看 你就知道 老虎 不会吧 我其实 去动物园 我最常看 就是老虎耶 我是觉得老虎 也有它很可爱 因为它有时候 像猫 对 它像猫 会撒娇 就是比较大只 但我觉得 从小只一点养 我觉得应该就 比较安全一点 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真的会蛮想要 养一只unicorn 这很特别 对吧 对 因为这很特别 为什么会有unicorn 这首歌啊 你说这个独角兽 是一个潜力骨的 一个概念 那除了 在这个concept之前呢 就是因为 我是一个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因为我有讲过 我想要当 具有影响力的女歌手 是 所以我想要影响 大家的是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 很相信吸引力法则 然后也蛮positive的 所以我想要 散播给大家的能量 就是正能量 这样子 所以这首歌 那是想要给大家的能量 是关于自信 就是想要让大家觉得 每一个人都是 很特别的 是最独一无二的独角兽 因为独角兽 它就是很特别 而且这首歌的歌名 我觉得取得非常好 除了你刚刚说 有那个鼓励潜力鼓的概念之外 unicorn 有你控 有你什么 有你控 有你控 一个是有你 have you 就是我有你 控是什么 就是控是一种 就是我一定要有你 的一个专属的 exclusive 我要有你 然后或者是 有你控 是自由的有 就是你希望变成什么样子 你的自信 你的样子 有你控 哇塞 我没有想到这个耶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就是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是真的可以看得到 那个色彩 就是你在自信上面的展现 对 所以我自己听到这首歌 就觉得 哇 就是MV 也是很粉红泡泡 然后也是 你的那个能量 有完全散发出来 对 就是想要散播给大家 这个能量 希望我的歌迷朋友们 就是大家都一起 变很自信 我已经可以想象4月28号 就是专场的大合唱了 什么 不然我们现在就来合作一下好不好 好 有你控制我 跟合作 我的荣幸耶 你都不知道 我可以那一集播出来 我的总学朋友他们 不是总学 大学朋友他们 全部都在转吧 大学朋友 你说中学朋友 差不多啦 差不多 大学啦 大学朋友 真的大学朋友 谢谢啦 谢谢 我相信我们自己写歌唱歌 就是如果能在一个人的背景 然后听到他在这个背景当中发生的故事 然后再多年以后 然后勾起他们的回忆 我们一定会很有成就感 对啊 对 就像这首unicorn一样 我希望以后也可以像歌这样 对 独角兽一定会被再拿出来当成经典 再重新唱的 希望 我希望可以像歌这样 那我们现在来好好的宣传一下这首歌 让更多人听到这首歌 我们来合作漫游live show 今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生活有你从此变得精彩 有趣 我要大声的说我爱你 Pub Radio是我眼睛 就一起在一起 欢迎回到 超好玩 对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现场的感觉 然后艾薇又这么会唱 我们根本是one take啊 对啊 歌也很会弹啊 没有没有 我刚刚有弹错几个音 如果大家有认真听的话 没有可是刚刚就是 我记得我们刚才前面练一次的时候 就是我原本有一个断牌 然后你立刻抓到了 你就跟着我断 超厉害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groove在一起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歌手如果合作的时候 最开心的事情 对 好开心哦 对啊 希望以后还有合作机会好不好 希望希望 你说的cover要做 我想要 我想要弄一个acoustic版本 因为刚刚艾薇说想弄一个 对 然后就找歌 嘿嘿 嘿嘿 欢迎欢迎 好啦 其实今天很开心 艾薇带着她的独角兽的 第二张个人的专辑 这张专辑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听 里面有很多的好歌 当然呢 有好歌就一定要有专场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专场的资讯 4月28号会有我的首次的个人专场在台北legacy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当我的投资人来看我的专场 诶 这是你第一次 对啊 The Legacy 对 你都上过这么大的那个内地的歌手的 你应该不会怕了吧 会紧张吗 是不会怕 但是但是会就是我觉得我会很太兴奋然后睡不着之类的 你有大型演出前你会睡不着 不是就只要隔天 呃有那种要很早起的工作我都会睡不着前一天 哦 对 我懂那种心情 就太兴奋了 因为你的脑一直想着隔天的那个run down就会睡不着 或者是前一天就是忙到一个不行 然后忙到最后脑袋停不下来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因为通常都要准备这些东西嘛 对 在前一天 哦所以不只是我这样看来 我也是啊 对啊 很多人都这样吧 对啊 就习惯这样 我觉得不要影响到那个声带的状态都好 对对对 我跟你说有很多保养的方法 如果你有需要你跟我说 好 对 你说保养嗓子的方法吗 但你唱那么好我真的觉得不需要 而且你 你真的胶原蛋白还很多 没有啦 是我们这种三十七岁的才会需要 你三十七岁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个节目上面那个我可以的那一段不是有说 哦对 我三十七岁依然用尽全力做做的 就是看不出来 你就看我这样唱了十六年 没有可是就是样子看不出来啊 谢谢谢谢 妹妹 妹妹您过奖了 真的 我没有过 真的真的 我刚刚是说什么东西啊 是要让他 哦要选一首歌啦 因为我们每一就是 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 其实都会邀请歌手 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就是选一首歌来代表你现在的心情 我想要选自飞机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对就是 可能最近比较忙 因为要宣传 然后又飞来飞去 然后准备转场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就是会有 想要放松一下的心情 所以就想要 用这首歌来帮我舒缓一下 我自己的心情 然后也想要给 可能现在跟我一样 想要回家 想要去旅游 然后想要自由的歌迷朋友们 都可以享受这首歌 跟我一起 放松心情 搭乘纸飞机 一起做白日梦去旅游 对 纸飞机带你们一起飞去各个城市 你现在最想去哪里旅行 现在有 泰国吧 泰国 因为我去炒多吃泰国 因为我觉得泰国食物很好吃 而且泰国有大象 讲到大象 好啦 今天真的很开心 艾薇来到 帕皮文章漫游 跟我们分享她的专辑 那这首歌 纸飞机 就让我们乘着她的纸飞机 一起飞到梦想之地 谢谢艾薇 谢谢大家 谢谢哥 我们之后要一起合作 好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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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